大家常常都沒人要說 因為他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結果總司令 法二司令後面的責任區 戰區就出現了 王宏威的負責屏東 郵食會的負責高雄全政宜感 徐小新負責三入科技園區 王宏威美賓董的停車場沒了 那白天電視台去做台北市市民大道的停車場 直接打臉王宏威撞掉了 不再說了 全政宜港有所謂說了 現在也撞掉了 現在還在說的算徐小新 徐小新過去就是這樣 他以前台飛翁太 以前怎麼走王宏威生命 他不在怕 他是在補個人的聲量而已 這群人這樣捕下去 反而民眾黨這裡面也變文化 徐小新自己拿到了這一個光環嘛 台南的人都知道有一個人叫做徐小新 本地像王廷夫啦 廷夫啊 廷夫啊 選舉已經很困難你知道嗎 陳理選舉很強的啦 廷夫啊 廷夫啊 廷夫這條徐小新這條 整個又撞起來 王廷宇現在漢衛渣倫科學園區 整個官廟 整人說 廷夫啊 你說就對了 國民黨的徐小新一個講三話這樣啦 好 結果本來第一名的選情 全都撞起來 好 現在看到說打前章的時候 有一點的效果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早就出來開記者 曾明宗啦 謝伊鳳 曾明宗是夥伴的人嘛 夥伴的什麼組織招居人嘛 謝伊鳳是這個 他們說什麼 齁 說得很疼的 他說 全站軌道建設開了就對了啦 台中捷運南線 如果蓋下去台中市政府就破散了呢 新北的萬大線啊 東北環線 南環線啊 新北蓋下去 新北要破散了 因為台中要舉債一千四百三十四億呢 新北要舉債一千兩百五十一億呢 這兩位舉債的這兩位市政府會破散啦 不能再去啦 說了 我想想奇怪 你這個國民黨 李萬宜黨團 你現在是正常在吐盧秀燕 還吐侯友宜就對了 你如果問過圓寬盒嗎 盧秀燕為了圓寫的土地好 每兩年了 現在就侯友宜 頂哥會去 自己說 我當總統 捷運南線 馬上動工 動工之後要破產 這民眾叫謝義豐有跟你說要破產 謝義豐中華的理由 我們台中有一個捷運要去中華 這五年都沒當 為什麼 我常常常說 原來謝義豐反對中華去捷運啦 他說中華 如果蓋上中華就破散啦 好 沒了今天會知道 好 今天會知道 夥伴又出來開 夥伴又開去這裡 繼續點名前瞻基礎建設裡面的軌道建設 他說現在蓋的這些捷運 如果蓋下去就對了 什麼什麼 債留子孫 債留爭孫 我還可以行動劇呢 說台東不再去 你怎麼再去台東會破產 新北會破產 國友會破產 台南會破產 我想問一件事 你們有問過 新北會破產 火友會你不出來 打臉你自己的經辦 說你們兩個發音 不要亂說 我們這新北會這不破產 不破產 這很重要 這地方很重要 其實就全都亂去嘛 對 大亂鬥 人家的柯文哲 發一個前瞻 民眾黨都沒對 他就炒在白鴨去了 對 這國民黨就咬咬到 整個咬下去之後 發言說 哇 死了 都害到自己 害到這現任的國民黨的管治庭就對了 本來都選舉 都炒大 說 你看我情出有夠多 情出有夠多 結果現在發言說 國民黨是台北的這個軍人 到底是萬南北 台北的什麼中央黨部在賣 什麼東團在賣 夥伴在賣 都沒來問我們中南部的意見 這樣繼續下去 我也很難選 來 范老師 怎麼看這個徐曉欣這樣打 然後黃偉哲 老實講 台南市場做得好好的 也被逼得要出來拍影片 這對於國民黨在南部在台南的選情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看到這兩天 不管是徐曉欣 他質疑這個台南科技園區有大漏水 然後又質疑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 他談到這個沙倫綠能科學園區是空城 他完全針對台南 我不曉得這叫不務正業嘛 你是全國不分區嗎 你是全國走透透嗎 你是競選是走全國行程嗎 你是選總統嗎 不是吧 你選你在台北市 對不對 你把你的立委的選區顧好嘛 然後你這樣一搞 你看剛剛講過嘛 你批評沙倫綠能是空城 結果剛剛這邊根本不是 帶來很多的工作機會 有台塑集團進駐 連國民黨的當地的市議員都不能認同嘛 那我剛剛講過嘛 你國民黨在台南要不要選立委 所以你王鴻威也是一樣啊 亂打一通啊 然後屏東去了 一個台南 一個屏東 那你屏東你國民黨立委 你們是已經放棄了嗎 那講的不是事實嘛 對 所以我覺得王鴻威也好 徐曉星也好 你們為了你們自己的政治利益 王鴻威當初因為實隨之位了 他當初檢舉這個 林志堅的這個碩士論文 對不對 一戰成名 新進行如法炮製 真的我真的必須要講 不要走火入魔 這個包括王鴻威啦 或說是徐曉星 亂打的結果其實並不會讓你們藍白的候選人 讓民眾覺得你們的總統候選人比較好 所以我們看到綠營賴清德呢 他其實在昨天中常委他就說了 執政黨是要勇於接受人民的檢驗 提出更多政策跟政績讓人民去選擇嘛 民眾會去看到底你們的黨 你們的執政成績到底是如何 那特別是柯文哲 其實有好長一段時間 他到各處去演講 都一直在狂批蔡政府的前瞻預算 還有財政紀律等等 那民進黨今天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反擊藍白說要揭穿 柯猴財政紀律的假面具 蘇培 柯文哲一直在標榜 他財政紀律做得很好 他任內還債 省錢等等 但其實呢 是剛好相反嗎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 顯示要打臉柯文哲嗎 對啊 而且我們這幾天 提出了所有的缺失 包含北易北流的賠款 包含二倍金的濫用 包含這些一些公共工程的一些缺失 像成功市場的追加預算的缺失 柯文哲不見啊 根本就不願意出來回應啊 甚至連他的這個所謂的小機 連台北市的議員全部都躲起來 只叫一個助理出來回應 回應還言不答義 亂講一通 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臺北市的徐曉鑫 不知道叫他議員還是立委候選人 還是他其實是民眾黨的不分區 我根本就已經分不清楚了 他現在要打沙倫說 沙倫啊 蓋得亂七八糟啦 還沒有這個新的工程就已經漏水 我給大家看哦 這個手機上面啊 這是今年啊 1月18號 游淑會游議員所指出的 說台北市的社宅一團亂 行善社宅剛啟用天花板就漏水 這件事情是國民黨提出來的哦 在今年1月的時候提出來的哦 如果台北市的議員 或者是台北市的立委候選人 如果你要監督你針對台北市來監督 因為你看有台北市民的需求你要聽 因為你是台北市的民意代表 你不是全國的民意代表 你不用去打這 打什麼高雄的前鎮渠港 打這個沙倫的這個科技園區 因為你不在當地 你去打這一些 我覺得這真的是傲慢 我只能覺得傲慢 為什麼 因為在台北你聲量大 你隨便開一個記者會 你隨便寫一個臉書 大家都給你一直報 報完之後 大家就要因為你講的東西 就給你解釋很多 拜託 可是你有去過現場看看嗎 你有知道當地的人民需要什麼嗎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第一個 我覺得許曉欣的傲慢 第二個 許曉欣為什麼這麼傲慢 因為他就是當柯文哲的馬前竹嘛 柯文哲躲起來之後 打了前瞻之後 閉起來之後 民眾黨的所有的小計 他是台北市議員嘛 沒有在建築柯文哲 我剛剛講就是護航柯文哲 所以民眾黨的小機 沒有人跟著柯文哲打 結果國民黨全部都跟著打 然後另外 剛剛一川大哥講的這個 這個國民黨的黨部 黨團也跟著打 我覺得這更離譜 你知道我剛剛要出來的時候 我才收到台北市政府 為了南環線的預算 因為物調的關係 物價上漲的關係不足 來了一個韓